1912年诞生了 最出事的 当然也是去大哥 后出事的 当然也是叫小弟嘛 所以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说 这个1949年 他们建国了以后呢 已经取代了中华民国去灭亡 已经被他们取代了 告一错 为什么 因为中共的国台办说谎话 因为告一 台湾中华民国是在1971年 才自己从联合国退出的 我问你啦 1949年中华民国就叫你取代 为什么1949年 你中华的民共和国不是联合国的 常任理事国 不是安理会的议员呢 我问你嘛 我们现在跟你说理事 说逻辑 说独立就对了 天安门 站满了这些警察 站满了这些民警 站满一大堆 外地的车辆连二环 我们知道北京有一环 二环 三环 四环 整个环就对了 它很大就对了 然后呢 外面的车子都不能进 所有的 所有各地外面来的 因为有些人会上访请愿 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些人都会弄起来 弄起来 我最佩服他们的是 他不是只有高铁和基地 弄弄起来而已 他连高速公路 也就转到那里弄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多担心 听说 听说在天安门附近 连车子在走 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人民要进出的时候 左转右转在哪条路 要事先申请类似以前的路条 你要pass了 你要有pass 你可以才有这么过 不然平常都不能过就对了 这就是因为中共越集权 他们越担心老百姓 那么会造反 会有反弹 那除此之外 这个网红黄薇薇 我们必须给他拍手鼓掌 爆红啊 但是他那时候红的时候 红翻天啊 我个人第一件事情 是担心他的安危 我们的黄薇薇 竟然在中华的民共和国万岁 他比的这个地方刚好吧 赤住 东华人民的人 然后共 弄掉变成中华民国万岁 天哪 很有才 天哪 有才 有才是没错 我希望他已经顺利回到台湾了 希望他以后还能进去 但是下次能不能回出来 我就不知道 好 他除此之外呢 还在前面比了一个数字 六跟四 听说中国公安有问他 为什么比这个数字 杨成林的生日 杨成林至少贡献有点嘛 那么嘉隆姐姐讲了 零为寿命 对没错 先求有 下一次再来求好 而另一方面总统的讲话 也是国际之间相当关注的焦点 对没错 那么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很奇怪 为什么呢 本来没国庆烟火 都看人烟火 贼用一下 让你看一分钟的烟火 陷害太多 不过我觉得 那么至少生意拿出来 不然没烟火 放一分钟烟火 让你看 因为要马上去 这个募款没那么容易 除此之外 今年的这个国庆 除了烟火之外 冬年还有多年前 欺骗我感情的江蕙 有什么叫欺骗我感情 因为他说他要封卖 所以我也跟人去唱 他说演唱会的问题 就对 不过至少回来 我们还听到熟悉的歌声 也很好 但是不管是101的烟火 不管是魂里面烟火 还是这个江蕙二姐的歌声 都比不上赖清德总统一席 祖国说对吧 我个人认为 那么赖清德总统 国庆晚会10月5号 大巨蛋说出那个祖国说对吧 1912年出生的 当然新出生的 叫大哥 叫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说中华民国台湾嘛 1949年晚出生的 民国上半年出生的 中国共产党 当然也是小弟 这下就说 有人大哥叫小弟祖国的吗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嘛 那么事实上呢 为什么这个祖国论 扑出来以后最好就是 中国国民党 说突然轟掉 出来攻击 然后呢 包括中共 国台办三天 瞠目结束 不知道要怎么 事实上是因为 中共国台办 他必须要很小心的 面对他所抛出来的这个祖国论 我刚刚讲的嘛 逻辑嘛 1912年诞生了 最出生的 当然也是去大哥 后出生的 当然也是叫小弟嘛 所以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说 这个1949年 他们建国了以后呢 已经取代了中华民国 已经灭亡 已经被他们取代了 告一错 为什么 因为中共的国台办说谎话 因为告一 台湾中华民国 是在1971年 才自己从联合国退出的 我问你啦 1949年 中华民国就叫你取代 为什么你1949年 你中华的民共和国 不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不是安理会的议员呢 我问你嘛 我们现在跟你说 理事室 说逻辑 说独立 就对了啦 天安门 有没有 占满了这些警察 占满了这些民警 占满一大堆 外地的车辆连二环 我们知道北京有一环 二环三环四环 整个环就对了 很大就对了 然后呢 外面的车子都不能进 所有的 所有各地外面来的 因为有些人会上访 请愿对吧 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些人都会弄起来 弄起来 我最佩服他们的是 他不是跟高铁和基地盘弄起来 他连高速公路 我都转到那里弄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多担心 听说 听说在天安门附近 连车子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人民要进出的时候 左转右转在哪一条路 要事先申请 类似以前的路条 你要pass 你要有pass 你看才有这么过 有这么过 并不是都不能过就对了 这就是因为中共越极权 他们越担心老百姓 那么会造反 会有反弹 那除此之外 这个网红黄薇薇 我们必须给他拍手鼓掌 爆红啊 但是他那时候红的时候 红翻天啊 我个人第一件事情 是担心他的安危 我们的黄薇薇 竟然在中华的民共和国万岁 他比的这个地方刚好吧 赐助 中华人民的人 然后共 弄掉变成抽华民国万岁 就对了 天啊 很有才 天啊 有才 有才是没错 我希望他已经顺利回到台湾了 希望他以后还能进去 但是下次能不能回出来 我就不知道 好 他除此之外呢 还在前面比了一个数字 六跟四 听说中国公安有问他 为什么比这个数字 杨澄霖的生日 杨澄霖至少贡献有点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艺人很奇怪 到了中国去或嫁给中国人以后 很奇怪就突然间我们台湾人就吃不起海鲜了 这真奇怪 对吧 我们台湾人为什么吃不起海鲜呢 你直接领核要买我六五六千 我当然也吃不去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不至于吃不起海鲜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小可 为什么呢 因为突然间传来 那么包括有相关的台湾的重大的企业的高干 进到中国以后被公安带走 然后问一大堆里 要让他在中国可以落到手 但是不让他出境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中国郑州的公安 近年招来深圳的富士康 大家都知道富士康以前 老板叫做红海郭台铭嘛 然后呢 现在红海还 虽然郭台铭现在不是红海的董事长 但还是很大啊 直接把四个台湾给带走 带走了以后呢 那么我问你 你把他带走 你总是你要告诉我们 他犯了什么法啊 你就把人家拘留那么久 然后说他是非公收费 后来又说是挪幼公款 那富士康第一 没有这个收费的这个事情 第二呢 美查内部没有公款减少的事情 第三他根本就没向公安报案 告诉各位 对 红海其实有做回应了 对 红海有做回应 公司没有损失 因为他不做任何回应 四个人也没有伤害公司回应 因为红海不能做任何的回应 因为一个不小心 他也担心到时候这四个人的安危嘛 各位 郑州的公安局的局长 在七月的时候 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 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 去报道 说话不听 就哭起来了 这四个公安 全部是这个公安局局长一手提拔的 所以现在大家怀疑 因为一笔三百万人民币的相关的费用 可能这四个公安全部被吞下来 而富士康的这些干部呢 他们不要 结果最后可能因为这样贪污腐败 被逮捕 国台办现在怎么讲 国台办说他们还在调查当中